9月2日 李亚鹏在微博上晒出童年照 以及和老同学重游故乡乌木齐的照片 并透露适合相识30年的同学 以及故乡给予的力量出发 照片中有一张李亚鹏穿着蓝色短袖 带着太阳镜张开双臂做拥抱蓝天白云状 另外和老同学的合影 看出一行人是在湛蓝的天空 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都玩得很嗨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及美景 李亚鹏感慨称 旅行有很多 故乡行有不同 他是由子回到母体的补充能量之旅 尤其是这次 感谢相识30年的同学们 带着你们和故土给予的力量再次出发 早几日李亚鹏就在微博上晒出一组 回乌鲁木齐参加30年同学会的照片 在这组照片中 李亚鹏身穿浅蓝色的T恤 有在学校操场上坐在单杠上的微笑留念 也有和一群同学的合影 其中一张身穿格子衬衫戴墨镜的照片 背景显示了照片的拍摄地点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李亚鹏更是晒出当年学生时代 青涩的集体合照称 回到乌鲁木齐市 参加中学同学相识30年聚会 岁月如梭 人生无常 祝大家一切安好